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连这个学生也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被带走了吗 开始在问相关的问题 比方说这个柯文哲去到了高雄大学 那因为最近国安局不是一直在讲说 有什么陆配担任不分区 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国安的疑虑 所以高雄大学的学生就问了柯文哲这个问题 柯文哲非常生气 他反抢 我们来听听看 赖清德在公盖场合说他是共产党 赖清德要不要出来道歉 他哪个地方是共产党 你们那个赵天林 亲中挺共 还见那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 要不去看他的资料 他是认识那个女生才去外交委员会的 外交国防委员会 我跟你讲这个国防破洞多大 现在还不知道 你国安会秘书长有没有出来查 他讲那个吗 那个未来会不会犯罪还不知道 这个很明显有问题的 你要不要查 对 所以他跟学生直求对决 就觉得说 那真的是赵天林 我们也没办法帮赵天林讲什么话 因为真的就是亲中天共 所以这照片为正 所以没办法 那他这个 如果民进党不先处理的话 你讲什么都没有用 那再来 这高雄大学的学生 又讲到说 你怎么会 因为他们之前 就是民进党也是在讲说 民众堂这样的一个操作 说柯文哲跟什么黑道 跟什么黑金走得很近 就是说为什么要涉入这个刑案 这个嘉义区农会荣誉理事长 林树水 还有这个东东井 你跟这些人同框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柯文哲又是怎么回答 我们来听 所以今天你看到像是绿媒 自由时报 什么都会提到 就说现在 中国借选不止赌盘 国安局还证实 的确 民调有资金来自对岸 原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我们的这些民意调查 都是来自对岸 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样 没有一个不是赖清德最高 所以难道这是对岸的意思吗 所以你这样讲起来挺矛盾的 这个对岸介入 让赖清德民调这么高吗 好吗 那就算有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抓呢 你国安局赶快去抓 调查局快去抓 通通抓起来 如果有这些资金来自对岸的话 全部通通抓起来 那还没有他们继续讲 有民调公司这些资金之外 还有说邀请这些什么负责人 然后学者到中国大陆那边去 或者是一些通过什么什么卫士 邀请一些学者来受访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你其实就是一样 如果真有疑虑 我们也希望你们赶快说出来 到底是谁 你公布名单 公布出来 什么民调公司 什么样的人 通通通都抓起来 你不用在那边 只是放一些空的消息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在太平岛这边 说有近距离 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的海军 杜威号驱逐舰 然后跟这个解放军的驱逐舰 在太平洋岸上 肉眼可视的地方 在那边近距离的 好像交锋 那难道已经进入到 我们的十二海里了吗 我们就这样子 在旁边眼睁睁的看着 这个中美之间这样的交锋 那是不是已经到了临海了 那我们也无所谓 那所以你看这个管碧林讲说 没有没有 他们通通都没有进入到十二海里 所以其实现在 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血照 中美的对抗 其实我们台湾是一定是在最前线的 一直会看到 中美之间这样的对抗 我们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 代理人的角色 那还有这个山东号的航母编队 经过了十二天之后 现在通过了巴士海峡 又返回了中国大陆这边 那十二天前 其实他都一直在这个 台湾东南方的海域 在西太平洋这边进行海空 这个远海的长航训练 那还有美国的舰队呢 也频频的出现在西太平洋这边 美国的军事记者 在社群网站X上面发文 就说中国大陆的山东号 航母呢跟十多艘的这个舰艇 和这个美国海军雷根号 卡尔文森号两艘航母打击群呢 近日都在西太平洋这边活动 颇有较劲的意味 那还有中加的军机也爆发了三度的冲突 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讲说 你没有被解放军击落就应该烧香了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包明说 他讲到这个加拿大直升机没有被击落 就应该为自身的幸运烧香庆祝 还刻意颠倒黑白 真是自不量力的嚣张小丑 事实上加拿大的一些军机 跟这个中国大陆发生这样的一些 这个摩擦冲突 这我们大概这一两年来 已经报道过好几回了 说也奇怪 你加拿大那么远的地方 你跑来中国大陆这一边 然后一直有这样的冲突产生 其实也很奇怪 因为换位思考 如果中国大陆飞到你家门口去的话 你会不会有同样的防御措施呢 那再来我们看看 中美的军方现在要磋商谈核控吗 大陆的专家讲说 这个是美国为了自编核三体梦 梦艳所扰 所以现在目前美俄他们的核武 其实占了全球的军武规模 大概九成以上 美国非常担心2030年代 会面临到中俄两个势均力敌的核对手 然后随之开始扩大核武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忌惮 那还有英特尔现在有望拿下数十亿美元 美国国方的晶片合约 说是要降低对东亚晶片的依赖 另外还有F22 F35 现在有一个状况跟问题 就是这个泰矿主要是在俄罗斯这边生产 但是因为中俄是主要生产国家 另外美国跟北约 他们对于俄罗斯莫斯科有进行制裁 所以他们要继续从这边进口 泰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这一周以来 美国就取得泰这样子的一个超重要战略的原料 还有为了要确保国防供应链 做出了两项重大的决定 包含透过国防生产法来投资专案 以及增加国防供应链的泰粉产量 所以一边要限制 一边又觉得自己卡卡的 真的是美国军武上面 处处好像自己也卡到了自己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 赵天龄这个案子 到现在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都没有做任何的查处跟交代 这个以我们放在 现在当前世界水准来看这个匪夷所思 赵天龄他是负责国家国防外交 重要机密的一个名义代表 他不是一般的这个名义代表 他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 我们所有立法院的这些委员会里面 设计国家机密事项最多的就这个委员会 他大部分都是什么闭门会议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说很多都是开会的时候 要看资料的话都要签名 要切保密协定 为什么 这些东西如果泄露出去的话 真的会动摇国本 他又是召集人 知道的问题太多太敏感了 他居然跟大陆的女子 不明身份的女子交往 我看报导说将近快十年 非常长的时间 这个过程中任人最起疑的说 赵天霖也不是什么富豪 他也不是在包养 对不对 有的女孩子 他可能他有经济上他很富裕 对不对 他可以跟赵天霖这样子的人交往 当然我不晓得赵天霖是不是很有钱 或以一个立法委员的话 有钱的话也很奇怪 对不对 他可能比一般人收入好一点 可是不是那种到达那种 这种大亨富豪 可以包养女性的这个阶段 交往了这么多年 赵天霖也没有离婚 赵天霖也没有离婚 感情那么好 这个女子的话 大陆女子的话 也没有结婚 人家浪费十年青春 到底跟他为了什么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交往的时间这么长 然后赵天霖有没有把很多 这些重要的情资 在精益或不精益的之间 就怎么样 就泄露出去 因为他手机 他两个这么密切 他手机很容易就被人家装入 植入很多后门城市 他的很多这些 他的很多身上 或者说他的这些 是不是都被植入了 所谓窃听或者窃密的 这些装置 是不是他甚至 被掌握了讯息 被对方挟持 都有可能 这都是非常可能的 那要进行非常深入的调查 更荒谬的就是说 这件事爆发了以后 赵天霖还继续去参加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会议 这要在其他国家 他老早就被限制 身份 然后送入到所谓的 这个纪律调查里面去了 在没有调查清楚前 他不能够再参加 这些国防外交的重要会议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民进党这边在 大这边 到了选举就搞着 搞着什么 要搞了什么 别人都是共产党的什么 党员 结果拿不出证据出来 那盗天霖这个事情 全世界的任何国家 都会非常审慎处理 而且一定会限制 他现在出席重要会议 然后什么都不做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安全 在民进党这种 只论选战 不论国家安全情况之下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现在国防 外交的这些机密的大门 老早就被赵天霖这些人 把大门洞开了 还打什么仗 还跟对方做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对抗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无法忍受 然后这些位居所谓的 国安高层的人 真的是 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嫌疑 不去 不去设法补救 专门在那边什么 在那边捕风捉影 在那边 用这种寒沙影射 在找 他们都是为了选举 真正你要国家安全的话 现在就要把 赵天霖的问题 要彻底解决 讲到了陆沛 其实昨天 在我们节目上面 游书会议员也有讲到 就是说 国民党其实在之前 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 就有提出一个 不分区是陆沛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就是 牛春如 我们刚刚补充了一张照片 在这边 然后他就讲说 当时推荐牛春如的角色 就是这个 现在被赖清德站台的 以武党籍身份参选的 于北成 所以我们也找出了 历史上面的这一张照片 那如今现在 他们就转过来 角色也不同了 话也说得不一样了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我们到现在都还有 海基海节目 都还在来往 那两岸通婚没有问题 通商没问题 商人两岸都在来往 学者专家来往也在进行 猫也在来往 过去陆委会跟国台办 也都有来往 海系会 海系会 我们刚刚讲的 也都有来往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怎么被邀请到 中国大陆去演讲 上课就有问题了呢 我觉得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一到选举以后 就开始去栽赃抹黑抹红 或者是用尽各种办法 然后他自己本身 都在规避所有的法律 也就是他自己本身 都在规避 也就是如果说今天 柯文哲 点名的 要启用的 这位不分区的立委 他有违法 你就直接讲 那也没有 没有的情形下 你又一直在指控 他的这个忠诚度有问题 那这个也站不住脚 那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赵天龄 他已经很明显的 他的私密关系 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也没有拿到 他有违法的证据 也就是说他是跟家庭之间 有关系 然后使赵天龄 他没有办法再选举 那因此变成是 大家都要不得去怀疑说 你只要跟大陆人来往 你就有泄露国家安全的疑虑 这就不好 怎么会把两岸的人的来往 把它完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民进党这样越玩 就只会让自己越糟糕 而且会让两岸之间 越来越没有任何 信任度 更何况对于 所有在台湾的陆配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那变成是 你所有从大陆嫁来 或是取来台湾的 所有的人 那你都要怀疑他吗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 怎么会一个党 把一个基本的人权 践踏到这个地步 坦白说真的是看不下去 因为一个政党只为了选举 可以这样子没有道德 没有是非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糟糕 而且很可恶的事情 特别是你刚刚讲到了 有一些过去很蓝的 很深蓝的一些军人 然后只为了在蓝营中 不得志 争官位争不到 然后就跑到绿营去 然后绿营就在那边重用 然后就在那边利用 然后他就跌三倒四 所有的东西都把价值观 都毁掉了 把台湾的所有的价值 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全部都践踏 我觉得很不厚道 这不是我们台湾人 真的是太恶指了 我没看过 这么恶指的这些政治人物 还这么的多 而且都大行其道 这个简直是一个 台湾的黑暗起 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事 另外美国的军舰 接近我们的太平岛 快到十二海里了 十三海里了 我们太平岛的守军 做了什么事 外国的船舰 快侵犯你的领海了 你做了什么事 什么都没做 海行署也没出动 海军舰艇也没出动 结果是大陆来帮台湾 来帮我们维护 这个十二海里的主权 管毕林 你不是负责海洋事务吗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要有立场 外国的军舰侵入 我们快到十二海里了 已经进入了毗林区 二十四海里了 你什么声音都没有 要赶走的 你也没有赶走 大陆来帮我们赶走 应该谢谢大陆吧 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 另外一个航母的问题 美国的航母当然也想 借中国大陆的航母 出航的时候来练兵 中国大陆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这次美国的双航母 展现出来的是一个 区域战争的一个态势 中国大陆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 那么也在好好的利用美国 提供给中国大陆 这么好的机会来练兵 这个都是一个合理 而且大家都知道 鸡不可施 好 来请教舰长 我顺着赖老师的话题 先说一下这个航母 因为航母它有个战斗群的 训练操演 它一定要去操演 距离中国大陆 最近的一个水域 就是台湾的东岸 这个菲律宾海域这一块 所以我们要越来越习惯 因为它一定要练 它不能一天到晚 就窝在窝里面不出来 它练就一定在我们的东边 那它每一次出来 大约都是15天 这15天除了它自己航母战斗群 通常会有五艘船 战斗舰围着它之外 它一直会有假想敌的过来 可能从上面 可能从底下 可能有飞机 可能有水面舰 两艘一艘的模拟对它攻击 那它要自己做这个训练 所以这个随着 中国大陆的航母越来越多 这个摆在我们东岸那里的 这个操演也会越来越多 大家要习惯 它就是在做自己的训练 它没有任何针对性 就好像以前我在当舰长的时候 有一次一样 这个作战叫我去 鉴定一个目标 因为通常船在海上走 它都会发一个 它的讯号说我是谁 可是有些目标不会发 那些通常就是军舰 那我记得我那次去看 就是一艘美国的这个驱逐舰 我们看到之后 会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我看到它 它看到我 它知道 说我知道它在这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 过去告诉它 我知道你在这 让它知道 我们是有防卫在这里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说中加军机的这个 你说美国来这里 来这个亲门踏户就算了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 而且这么遥远的地方 你的军机跑来这里 你也要亲门踏户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什么样的国家 对什么样的国家 会亲门踏户你知道吗 强的国家对弱的国家 我今天是一个弱的 我来你这亲门踏户 我干什么 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 只要来的包含美国 因为在第一岛链 相对的军力 中国大陆还是强 你只要来 中国就改变它以前的 这种态度 现在它就是以强势 我说的强势 第一个数量上它在增加 第二个距离它在接近 那以后你再来的话 你明明是若你来 我这亲门踏户 我就让你自取其辱 它就会越来越威胁它 那我到最后 我觉得这些什么 加拿大也好 我都会觉得越来越丢脸 以前走过去 一向我就自自自自游游的 走过去 现在一下子来 这个来 一下来那个来 然后最后一个 我特别要讲一下 这个选举到了 你会发现 民进党经常在批评 这些东西 讲了讲了讲了半天 好比说蔡明也真是讲资金 什么介入选举 你怎么不抓呢 你知道当他们 讲了很多却不抓 只证明一件事 这个政府是无能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来 好 咱们 好 味哈 唐